十三爷和十四爷打起来了 你这个时候被宰了 宰了你 这是雍正王朝中康熙唯一一次 自己动手拔刀砍人 砍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儿子 事情的情因也很简单 两个无力值最高的阿哥 老十三和老十四 在百官面前打架 为什么打 中阿哥到了前厅门后 九阿哥和十阿哥就骂开了 说阿二哥是开心带子 没有资格再参与举荐 说四阿哥是太子死党 马屁精什么的 是四阿哥看不过 就吵了起来 后来他们就动手了 德勒泰一通竹筒到豆子 把两人打架的原因 大致说了个明白 康熙回头看了一眼 缩在后面的土里称 土里参伸手往前一指 这个场景很难人寻问 第一得罪人的事情 总是德勒泰冲在前面 他虽然讲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可同样得罪了好几个阿哥 第二 康熙的回头一撇 土里参的伸手一指 也满满的都是戏 土里参 你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皇上就在前面 您自个儿看就知道了 老十三和老十四 打得正起劲 或许是被两人高强的武艺折服 围观的官员 竟没有疑人上前阻止 老八是真想拉下 可被老九老十 一左一右死死拉住 本来一举新太子的事 康熙就已经对他抱有很大成绩 事情还没完 又有两个弟弟间接的因为他打了起来 康熙要是追究起来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老十才不管那么多呢 根本不嫌事大 还抓住空档 在十三爷的屁股后面踢了一脚 只有废太子和老四 无奈地跪在地上 等待康熙来处置 康熙到后 赶忙命世卫将两人拉开 老十四见表现的机会到了 大声说道 老十三 我今天不为别的 就我压压你的气眼 别以为二个中你的武艺最高强 论单打独到我不处你 论行军不振 我更比你强 根据得冷泰前面的介绍 两人打架的根本原因 是老九老十说了太子和四爷的幻话 从而引起了八爷党和四爷派的两方争斗 所以老十四说不服老十三才跟他打架的理由 在这里听起来怪怪的 显然这位在八爷党中排行最末的十四阿哥心中 已然有了想法 一来挑战权威荣誉扬明 这就跟武林高手比武一个道理 默默无闻的后辈想要快速扬明 一般喜欢找名气最大的顶尖高手挑战 即使打成平手 也会被普遍认可 中阿哥中 老十三素有狭王之称 挑战他最能获得大家的认可 而来是借机向康熙表明 你还有一个儿子同样有本事 你应该给予关注 当然了 两位阿哥也确实真有本事 十三爷被当众叫板 心中自然不服 好啊 干明儿边境有了战士 咱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凭你也配 狗的 你不过是非太子的一条狗 混账 那你又是谁的狗 几个阿哥当众骂街 旁边拉下的侍卫都憋不住笑了 若不是康熙及时阻止 还不知闹出多少笑话 康熙看见太子也跪在地上 让他站在自己的身边 接着开始问话 刚才谁在这儿咋咋唬唬 说你们二哥是开学太子 没有资格参加选举 回华阿玛 这话是儿臣说的 好你个老实 还挺有种 那就给你翻翻就着 刚刚是不是你说老实他是狗 你跟我说说 你自己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儿臣是华阿玛的儿子 真没你这个混蛋儿子 之前老八府上那个妖道 是不是你带去的 什么霸王大霸大王 什么王上下白 朕还没死呢 还有不少官员 居然相信你们这些鬼话 一个个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华阿玛 您当时是不是也说过 江湖术士的话 有时候也能代表民意吗 我是说过 要是不这样说 你们还指不定整出什么些花样来 你老子说过那么多话 你就单记着一句话吗 说完就要锁拿老八老九和老十 土里琛刚想动手 老十四又跳了出来 且慢 黄阿玛 八哥到底犯了什么罪 连九哥十哥一起所呢 臭小子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听见了 可儿臣以为这是欲加之罪 那个信张的江湖术士 是黄阿玛自己把他放了 又将这件事情 作为八哥的罪名 怎能叫人心服 胆子挺肥啊 老十四 小看了小看了 十四弟 不要再说了 说到底 这都是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 召了黄阿玛的计 可是卓百官举荐太子 这本是黄阿玛您的旨意 什么 这个话你都敢说 服了服了 十四弟 你不要再说了 八哥才是红伯 雅量高致 李贤下士 才会有这么多人 一得一心举荐他 虽说 少许人有串联的事 但百官何罪 八哥何罪啊 老八有什么了不起的 胡说胡说 怎么又提这茬了 祖宗祖宗 十四弟 你不要再说了 黄阿玛 令人举荐于前 又无端所拿于后 王后 谁还敢奉昭办事 遵旨是死 抗旨也是死 请黄阿玛 给儿称等 治一条活路吧 被坑死了 完了完了 康熙看着眼前 这个彻底爆发的儿子 平时看着老实话娇的 说起话来 言之凿凿 让人无法反驳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家有正子 不败其家 国有正臣 不亡其国 不听你的 大清就要亡国了 难说 太子假意出来调和 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站起身去扶十四弟 被老十四一把推开 我今天 就是要讨黄阿玛一句公道 八个他们究竟有罪没罪 没罪 黄阿玛当众就说没罪 有罪也得指明了 哎 不好 要出事 快闪快闪 康熙气得浑身发抖 顺势抽起张五哥的腰刀 朝老十四砍去 十三爷真是好样的 虽然刚才把十四弟揍得鼻青脸肿 但毕竟还是兄弟 情急之下 飞升而起 一把扑倒老十四 老八爷很会瞅准时机 一把扑了过去 死死抱住 康熙老爷子的双腿 不过呀 这两人都不如四哥会表现 他首先双手 把住康熙拿到的手腕 第一时间减缓 腰刀下落的力度 同时 右手紧紧握住刀刃 任凭鲜血 也顺着刀刃缓缓下流 同时面目呈现万分痛苦 猙獰状 尽管几位哥哥奋力相救 老十四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 继续火上浇油 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他给的 还给他就是了 关键时刻 又是张廷玉站出来挽回大局 是四爷 小杖兽大杖走 你怎么还不走啊 难道真要献皇上也不易吗 小杖兽大杖走 出自孔子嘉宇六本 意思是说 做儿子的在面对父亲的责罚时 轻打应忍受 重打要逃跑 既要有对父亲的孝心 又不能陷富于不义 说完赶紧给土里琛递眼色 土里琛这才和众人把十四爷拉走 四爷一手紧紧握住刀身 满脸期待地看着康熙 谁料康熙也双眼紧闭 脑袋一昏 倒在了众人的怀里 等康熙醒来以后 得飞将自己疼爱的小儿子五花大绑 一家三口跪在门外领罪 十四爷不断磕头认缩 看着满屋子哭哭啼啼的妃子 康熙烦躁地闭上了双眼 老四赶忙跪上前来 将那只受伤的右手搭在门槛上 露出显眼的包扎痕迹 同时劝着恶娘和十四爷不要再哭 康熙也闻声睁眼 睁豪 一清二楚地看见那受伤的右手 你手上的伤不要紧吧 一点轻伤太医已经看过了 不碍事的 花马将吸龙体要紧 你生的这两个儿子 随即 康熙让李德权倪两道胜直 一道是除同国为万 一律不予追究 一道是进封得飞为皇贵飞 坐在康熙旁边 一身容装的蓝衣女子 不由地紧了紧手里的手帕 这位保养的不错的妃子到底是谁 剧中没有明确交代 但据师爷分析啊 此人很有可能是最受康熙宠爱的一妃 郭洛罗氏 打不得 打不得 这可是郭妃主子的宝贝 康熙气晕 一是老十顶撞在前 二是老十四叛逆在后 两位妃子一同陪在康熙身边 一是方便照料 二是代子请罪 当然 这只是单方面猜测 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德妃此时母平子贵 这对四叶来说简直是一大利好 但对他来说 好消息还不止于此 应真 你给朕生的那个孙子弘历 朕很喜欢 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 朕要亲自调教他 喳 康熙是怎么调教小弘历的呢 都说格戴亲 但皇家非比寻常百姓 尤其是后宫饱满的康熙大帝 康熙一共有近一百个孙子 即使见一面都得排队更别说我们百姓家里的爷尊乐 而小弘历就独享了这份恩荣 爷尊俩在学地里追逐打闹 书房默默锻炼心性 更重要的是康熙假期小弘历写了九个大字 亭千锤柳珍重待春风 这九个字每个字就是九笔 皇上带着小弘历每天写一笔 写完这九个字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天 也就是说这整个冬天小弘历都要和康熙腻在一起 四爷看到这一幕啊是既惊喜又得意 本来要沉颂的奏折也不送了 静悄悄的原地退出 家界整理一容可劲的描镜子里的笼仪 有了这个宝贝儿子 自己的皇位可以说不要太稳妥 好这幅字啊 咱们一日一笔 整整写了一个冬天 在最后一笔下去 就是开春了 转眼见冬去春来 康熙让李德全把字表起来送给太子 是啊 珍重待春风 珍重等待 冬天自会过去 春天也会到来 好字消化 自有结果 十三爷在四爷的强力推荐下进驻行步 十四爷由于打架英勇开始掌管兵部 然而并非所有人的冬天都会过去 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郑春华身体被绑 受着非人的折磨 他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 他的太子又会怎样呢 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喜欢的朋友 还请您随手点赞转发 并留下您宝贵的建议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